这回这款猎人小姐姐倒是挺出我的点 今日分享九级摄出品 六寸不一可动人偶猎人小姐姐 露 这次居然选择了男女搭配更活不累的套装组合方式 不过并不是捆绑销售 单独挑一款入手也没问题 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 先来看看套装中的小姐姐 有一说一 这系列的封面设计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 这系列的包装一直是上拉式的开盒设计 主体和配件部分有一层海绵保护 主体方面 这款露小姐姐的装扮 选择了宽松的大衣 整体看下来 大衣的版型和做工其实都不错 但在这么小的尺寸下很难做到合身 整体的感官会有些宽松 头雕部分 由于我对烈焰红唇本身就有偏矮 所以感觉还不错 头发上面斜渣的一座也显得很有个性 内搭的衣服是一件横条纹的针织短款半袖 宽松的牛仔短裙部分 也选择了长短不齐的个性设计 手套部分将指甲做得很尖锐 突出野性感 白皙的双腿搭上一对棕色的登山鞋也蛮有味道 身高方面大约16公分 这系列的素体高度在6寸可动人偶中相对偏高 可动方面素体有所升级 那就来看一看表现 头部是球性关节 转动肯定没问题 多方向摆动的幅度也基本够用 手臂平举稍微小于90度 转动和上举倒是并不会受到意料的太多干涉 作为不宜人偶 这个表现还算不错 上臂的平转部分也没问题 肘部弯曲接近180度 手腕的内外摆动也非常夸张 手腕转动就更没问题 和前几款不同 前胸部分去掉了水口 老绅士们可能会有些失望 胸部和腰部都是球形关节 转动能力基本够用 左右摆动的幅度也有一点 向前弯腰的幅度比较一般 但后仰的幅度还不错 腿部前踢是标准90度 后摆会有线位不到45度 双腿侧皮也能接近台平 但是这款式牛仔裙会被推上来很高 大腿根部平转能够一周 西部弯曲有180度 脚腕转动肯定没问题 脚掌前后摆动的幅度也不小 而且也有一定的接地幅度 素体的可动成绩很不错 只是牛仔短裙限制了发挥 另外整体的关节手感都还可以 但是手腕和脚腕的关节会有些偏松 还有相当不小的改进空间 我用丙西西式剂增大摩擦力之后 手感就舒服得多 替换手型方面共有三只 分别是一对张开的手型 和一只拿武器的右手 但是替换手型的时候会发现 手型的连接件不够紧 也就好在手型本身是PVC材质 比较柔软 不然替换手型可能会是个大问题 配件方面有一条白色的丝带 分析官图应该是拿来缠在小腿上 体现个性 至于具体怎么缠 并没有一定之规 自己试试就好 配件方面还有一个箭筒 和四只弩箭 将箭袋部分先穿过右臂 再套过头部 几根弩箭可以丢进去收纳 主武器当然是一把尺寸不小的弩枪 但是这时候手型较软又成了缺点 因为握枪的时候力度会不够 好在还有另一只手能够托住 不然可能还真是个问题 弩箭可以放进发射的凹槽固定 虽然并不算卡紧 但只要不翻过来 轻易也不会掉 拿上弩枪之后 确实会透着一股野性 这款的整体穿搭 还是挺对我的胃口 还有一个配件 是黑色的弓冰斧 还是手型较软的原因 斧子拿在手里的握持力 也依旧偏松 但靠PVC材质的摩擦力 也并非固定不住 平时不用的时候 也可以丢进箭袋收纳 布衣部分 兜帽确实可以前翻 但会因为发型突出 效果一般 所以还是压在后面 更符合设计意图 另外 搭衣的拉链比较细小 操作的时候要尽量小心 不过 拉上拉链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会显得 保守了很多 大衣的衣兜依旧是真实结构 可以塞点小东西进去 而拔掉手型之后 脱掉大衣很轻松 露出内搭之后的效果 又显得干练不少 我个人确实很喜欢 这次的穿搭方案 另外我发现 这个形态 把斧子别在后腰上 会另有一番风味 皮带扣部分是真实结构 可以解开 腰部的松紧 主要是靠魔术贴固定 只能告诉各位 裙子里面确实有底裤 但肯定不方便在这里展示 综合来说 这款鹿小姐姐 改进了之前的一些缺点 却又因为素体升级 带来了一些新的小问题 但我给的评价 依旧是一款综合表现 还不错的产品 最后 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众小手 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